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甄嬛传》 这部已经播放了有十多年的电视剧 近如今还是依旧受到不少人的喜欢 大家都被这部剧精良的制作 以及演员高超的演技所折服 在这部剧中 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实力派的演员 其中就有我们的苏培圣 苏公公 虽然这是个小小的配角 但在这部剧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也有很多人都通过这个角色 认识了她的扮演者李天柱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爆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忘记的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今年68岁的金钟世帝李天柱 因饰演后宫甄嬛传 公共苏培胜一绝 在演艺圈人气高涨 知名度暴增 不过她在前两三年 登上节目聚焦2.0时 坦言希望台湾电视台 不要再重播甄嬛传 而是应该给观众新的冲击 虽然她因甄嬛传在内地成名 外界也认为 她的加入为整部戏加分 但她受访时 却谦虚地认为 她在戏中只属于盐 就是调味料 其他主角才是主菜 对电视台这些年 仍不断重播甄嬛传 李天柱十分忧心 表态电视台该有自己的作品 否则就是吃老本 谁来做都一样 李天柱很担心 虽然大家都看到 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 又有新的冲击给观众 对电视台来说 每一家电视台都应该有自己的作品 对电视室要交代的 否则的话 谁来做都可以 我们都一直在吃老本 她已经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了 她还是希望 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来 除了演戏 李天柱私下最大兴趣就是 打桌球 往往一打就是四五个小时 球龄已超过三十年 各种花式撞球都难不倒塌 与此同时 她也借着打撞球灵活脑力 拉筋 预防五时间 去年 电视剧三只小猪的逆袭 在电视台播放 而李天柱也在其中担任了一定的角色 她表示 三只小猪就像是当年 她拍《追击三人行》一样 都是喜剧 但她认为她在剧中 只是挑味料不是主角 她从影四十多年 坦承电视台 眼前客观条件环境 比较贫乏一点 但人因有梦想而伟大 干这一行 人一定要有梦 要有愿景 祝梦踏实 不管是主管单位 或是媒体本身 这些决策者 做任何事情 都要把眼光放在二十年后 对得起这行 需要尊重这个行业 而非消费它 李天柱认为 电视台没有决心和企图心 不应该一直卖二手货 而是要创新 不能永远薄利多消 除了对于影视作品的看法 今年六十八岁的李天柱 多年来身材维持的 很是挺拔 不说台面上一线男星 他说自己没有任何养身法 就是吃不胖 至今还会做的运动 是打台球 几乎每天都去打台球 他的体重最高 就是六十八公斤 一般就是维持在六十五公斤 所以三十年的衣服 到现在还能穿 两年前 根据台媒的报道 当时某部新剧举行了 开机发布会 李天柱 刘瑞奇 赖亚颜等一众演员 纷纷盛装出席 在当时的照片中 罕见露面了李天柱 穿了一身 质感很好的西装 头发竖成大背头 打扮得很是偶心油款 当时已经六十六岁的他 满脸油光 皱纹横生 老太明显 气场也没有演 《甄嬛传》的时候那么强大 不过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笑容很是灿烂 搭档刘瑞奇上身 穿着蓝色雪纺衬衫 下身搭配黑色长裤 造型很是大方得体 李天柱和刘瑞奇 都是从年轻演到老的演员 他们的演技实力 未受认可 早年他们还分别拿过 金装奖世帝和世后的奖项 这次两人将在这部剧中 饰演一对夫妻 大演对手戏 当时李天柱透露 他演的角色是一个 恨铁不成钢的副爸爸 现实生活中 李天柱有一个独生女 名字叫李童 李童从小成绩优异 几年前还远赴国外 修读硕士课程 并顺利毕业 问到私下对孩子的教育 李天柱自认是个理性爸爸 他觉得自己做过最对的事情 并让女儿决定 上什么样的学校 他感叹道 孩子是上天给的产业 父母只是代为管理 等孩子长大了 就要把孩子还回去 不能造次 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在女儿身上 李天柱还表示 小孩就是要让他吃苦 从生理来说 苦的东西吃完后 再吃其他东西 就会有回甘 所以苦进甘来 不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有句话叫做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为了让女儿懂得 什么叫做苦 他曾送女儿到服饰店打工 一天站十几个小时 看着女儿那么累 那么辛苦 他也很心疼 但看到女儿越来越有责任心 他心感欣慰 李天柱接着自报道 女儿毕业后 嫁了一个养老公 并定居国外 女儿女婿原定 去年回来补办婚宴的 但受不可抗力影响 婚宴一推再推 父女俩以一年多没见面 不过 李天柱很想得开 他说道 自己跟老伴没什么遗憾 只要孩子过得快乐就行 别看李天柱现在 说得那么轻松 其实他一度很担心女儿 跟养老公有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 幸好 他们没有一直钻牛角尖 而是很快就释怀了 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老戏无理天柱 来自宝岛台湾 作为家中的独子 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于是取名天柱 李天柱1954年 出生于台湾 80年代的台湾文艺界 正处于创新求变阶段 一群文艺青年 因为戏剧聚在一起 其中就有他 在出演《甄嬛传》之前 他在台湾地区 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 李天柱26岁的时候 出演了人生中 第一部电视剧《无事无民》 在这部剧中 他和成龙妻子林凤娇合作 还因此入围了台湾金钟奖 后来 李天柱陆续出演了许多电视剧 32岁时 他开始出演穷瑶剧 成为第一代的穷瑶小生 这么说可能大家还是没概念 简单来讲 他是跟刘雪华同时期的 那部经典的 《情深深雨萌萌》的前作 《烟雨萌萌》 他饰演的是耳豪 说起台湾的戏剧 便不能不提 《中世经典花》系列 在当年 一部《太阳花》 稳战12年的说世冠军 看着阵容演熟部 原来舅舅王耀庆 和苏培圣李天柱是老相识了 52岁这年 他荣获金钟奖师弟 这是对他实力的最大肯定 并且 他不是只拿了一次 第41届和第51届金钟奖的影帝 都是他 不过 李天柱虽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因为穷瑶剧 日渐没落 不善混圈的老戏骨 也面临失业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李天柱的经纪人 带他来到了《甄嬛传》剧组世系 正是阴差阳错 被骗剧出演了《甄嬛传》 李天柱的知名度 才提升到了新高度 一夜爆红 导演问他头发可以剃吗 李天柱说头发是不属于演员的 剃不剃由不得自己 导演一听 就喜欢上了他的这种心态 其实李天柱出演苏培胜 还有一个小故事 当时《甄嬛传》的导演 郑小龙找到李天柱 称让他出演剧中一个重要的配角 戏份非常多 还需要剃头 郑小龙就给了这么多信息 李天柱没想太多 就接下了这个工作 直到开拍后 他才知道自己饰演的是一个太监 虽然已经拍了几十年的戏 但在此之前 李天柱从未演过类似的角色 感觉有些尴尬 后来敲定他演苏培胜 经纪人告诉他 这个角色是除了皇帝 皇后之外最重要的 然而等到看剧本 李天柱有点后悔 原来自己演的就是一个小跟班 台词不过是 扎和奴才这就去办 而且师弟伺候皇帝 给予老戏骨的傲气 这点也完全可以理解 头发一剃 合同一千 这时候的李天柱只能让自己静下心来 认真揣摩角色 在台湾的综艺中 李天柱也公开表示过 自己知道是太监之后 心里的不甘和恼怒 但作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他很快就转变心态 消化角色 并将这个角色演得 注目三分 堪称经典 为了更好的演出 苏公公状态 他戏里戏外 都练习着点头弯腰的动作 认真程度 一点也不输主演 李天柱表示 他当初拍摄《后宫甄嬛传》时 脊椎长了骨刺 为脸好素公公一绝 必须长时间拱着腰 全是伺候主子的模样 他常常痛到收工后 无法弯腰 也无法直立 得吃止痛药 并带呼腰支撑身体 李天柱说 骨刺是年轻时候 摔到尾椎骨 就留下病灶 但以前不怕 现在老了 吃到苦头 只能提醒自己做事情 要慢一点 在上节目《焦点2.0》的时候 他现场应主持人高文音要求 重现苏培胜在剧中的经典桥段 演了40多年的戏 李天柱说很多时候 被求逼真 演员都会来真的 身为老戏骨 他常常只靠表情和肢体语言 就能准确表达主角情绪 他更现场示范 不背实体重物 演绎身体有负重感 身后演技 让来宾惊呼连连 他笑说 很多时候观众都被骗了 事实证明 角色无论大小 他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完美塑造出 善于察言观色的苏培胜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李天柱在《甄嬛传》中 饰演的苏培胜 最皇上最器重的太监 在剧中 他将谨小慎微 会察言观色 八面玲珑的太监形象 演到了极致 让观众印象非常深刻 不少网友还调侃 他是皇上的苏菲 可见大家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在那之后 他也演过《大唐荣耀》里的 冠冠李釜国 不得不说 这位老戏舞的演技真好 两个角色的前后反差太大了 出演《甄嬛传》后 李天柱接到了许多角色 其中步伐有许多高质量剧 比如《红色》 这部电视剧 豆瓣评分高达9.2分 是一副名副其实的 高质量影视剧 李天柱在其中 饰演金歌一角 这个角色 和苏培胜不同 是一个反面角色 阴险毒辣 两面三刀 为了利益 可以出卖兄弟 李天柱同样演出了精髓 让人恨得牙痒痒 港台演员拍戏 最难过的就是语言 也就是口音这一关 不少港台演员 都是有腔调的 但令人佩服的是 老戏舞李天柱 在台词这块 从来不掉链子 他总能根据角色需要 改变自己的口音 甚至还能配合角色设定 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若是不熟悉的人 很难相信他是台湾演员 而并非内地演员 出演红色时 金爷的一口苏北上海话 让当地人都感到惊艳 后来在 《我就是演员》里当助演 他演的是一个东北父亲 东北口音 也挑不出来毛病 电视剧推手 他全程原生出演 扎实的台词功底 再次让年轻人 大开眼界 不光会演戏 还会说相声 是不是没想过 他的才艺这么全面 如今到了退休年纪的他 依然热爱舞台表演 年轻时 演穷妖剧成名 中年演《甄嬛传》 苏培胜获好评 一个肯踏踏实实 把小配角演好的师弟 从影40多年 他的表演领域 涵盖电视 电影 舞台剧集相声 至少有的全能性演员 任谁看来 李天珠都是名副其实的好演员 虽然因为《甄嬛传》而出名 但却从来没有沉浸在 这种成名的喜悦当中 当他看到现如今 还有很多电视台选择 不停地回放《甄嬛传》的时候 虽然他也会感到有些开心 但他更多的是对电视剧事业的发展 感到担心 也希望自己能够 为这个行业做出一点贡献和改变 自己是否成名并不重要 但是一定要给观众们 带来一份完美的答卷 他的精神值得很多业内人士学习 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